大家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看得到屏幕吗 好那我们就准时开始了 那首先呢还是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今天所有的PPT内容都不涉及您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能力都是一般性的建议 好那我也不多介绍我自己了 之前也跟大家见过几次面了 没图像是吗 现在呢 OK了好吧 那就都OK了是吧 好感觉我每次做网课都会有一些小问题 谢谢大家包容了 那首先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疫情情况嘛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16万多了 太恐怖了 就感觉好像是没几天的事情 而且呢海外现在全全世界的确诊 就是海外除中国之外的确诊病例已经到了70万这样 那意大利呢更是恐怖已经是10万多要知道意大利不像美国有3亿多的人口嘛 那意大利呢其实只有6000多万人那现在有10万人感染也就差不多是千分之1.6嘛 也就差不多1000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已经被确诊感染了 而且这个数字呢可能还是一个礼拜之前的数字 或者说是诊断速度快的话可能是几天前的数字了 那我看一下网上的专家 网上所公布的那个新闻嘛 里面的专家说就是意大利的疫情呢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达到峰值 就可能还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才 还没有达到峰值可能需要在7到10天之后才可以 而美国的话呢也是要两到三周的时间之后才可能达到峰值 所以现在的情况怎么说呢 就是最坏的还没有到 我对于特朗普之前一直鼓吹大家说 这个病是很minor的 就是很像流感这样子一个举措就不理解 他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自信 觉得自己美国人就是抵抗力比别的国家人都好吗 反正我就觉得他这个做法比较有问题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 就是上周公布的他的支持率居然是到了49% 是他任期内以来最高的支持率了 所以我有点不理解美国的人民是怎么想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大家可以如果有any clue的话 欢迎就是在那个评论区打给我 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美国有16万人感染的情况下 他还能拿到接近一半的支持率 那我们也看一下澳洲嘛 澳洲现在的感染人数是4000多人 然后澳洲也已经第三次出台了一个政府的补助措施 也就是1300亿的那个工作补助 我们看一下澳洲的失业率嘛 澳洲上个月的失业率公布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好的 就比预测的要少了0.2% 实际只有5.1% 当时公布的时候呢 澳洲也是涨了一下 那我们其实现在就要看下个月 也就是4月中旬的那个失业率了 感觉是不太好 我看一下Bloomberg的预测 他预测下一个月的失业率呢 可能达到12% 但是大家觉得12%是很高 的确是很高 但是我们可以跟美国比一下嘛 对吧 就我看了一下美国他们一些评论家分析 包括就是美联储自己给出的预测都是 我们可能会丢掉4700万个工作岗位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失业率可能达到32% 这应该是澳洲的两倍还多了吧 大家知道这个失业率不是按照总人口去计算的嘛 对吧 失业率是按照Number of Unemployed Person 再处于一个Labor Force去计算的 也就是说是失业人数 再处于可以劳动的人口 那退休也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数字呢 其实很高 然后呢 形势也特别严峻 那这样子也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出台更多的补助措施 就是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安保 就是温饱的一个工资吧 不然的话呢 他们可能就会造成很剧烈的社会动荡 就是会有很多流浪汉啊 或者有很多人防不起贷款啊 就是负债破产等等之类的 很糟糕的情形出现 那我也看一下 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澳洲的政策里面包含什么 就首先呢 就是说如果呢 是公司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啊 就是哪一类公司是符合的 因为这一次澳洲政府呢 并不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说 我给你发出的补助是通过福利走出的 而是说呢 这次是直接给到了公司 是属于一个公司补助 就是跟个人没有关系 就是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 那你所有的补助呢 都是从公司来的 那我们就要看到 就是公司 他需要满足一些什么要求 那第一个呢 他就是说营业额要下降30% 才能够申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要么你就是已经下降了10亿才可以 然后说 他可以给非营利公司去提供这个 1500 1500刀的补助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应该是不适应 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看看他实际上的 就是说这个package呢 能够持续六个月 预计呢 政府预计是有600万的员工 可以从中获利 就是能够收到这每两周 1500的那个补助 主要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就是帮助企业分担 避免就是大规模的裁员和失业嘛 去增加社会的稳定性 也去确保大家平时日常的开销 可以去买点吃的 或者说去在家保持一个隔离的状态 那目前呢 澳洲政府整一个补贴 就加上这一次差不多有3200亿 其实呢 已经是相当于澳洲这个 这个国家GDP的16.4%了 是很高的一个程度 所以有经济学家呢 就提出就是说 如果政府这样子的 一个财政支出的话 肯定会导致那个政府赤字嘛 那之后可能会出现 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 去还债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我其实想跟大家说 就是澳洲政府现在情况 要比欧美国家要好太多了 就比英国和美国都好很多 就差不多是英国的四分之一 的程度 还有美国的是十六分之一 我记得是 所以说澳洲的政府 其实对自己的财政把握 还是不错的 毕竟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也可以选美国嘛 对吧 自己就印钱 然后给自己还上 当然澳元那个时候也会贬值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看 我们中国的网友们 最近编的一部史诗级魔幻大片 叫一马平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当疫情一出现 美股马上抹平了川普上任以来的 全部唱福 甚至我们网友还给这个词造了一个志 叫在这个一马平川的日子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并且我们要后面打个括号 对吧 并且我也是这个历史的参与者 对吧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网友也是很有才 我看到的时候把我笑的 觉得也是很形象 谁叫川普自己 这都自取的 对吧 那其实现在 就是疫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股市一直在下跌嘛 那其实呢 里面是有三个过程的 对吧 首先呢 就是供应链锻炼 供应链锻炼呢 就是比方说 现在就是大家都停工在家 对吧 工厂 就是制造业是没有人的 不管是之前的中国也好 还是现在美国也好 就是所有工厂 全部都需要停业 为了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播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需求断裂 也就是我们现在被 被就是隔离在家 或者说是被禁毒在家的话呢 那我们自然不会想要去买很多的东西 对吧 那需求就会 需求降低呢 又会导致 公司没有办法收到现金 那就会导致公司破产 也就是 他们没有足够的钱 足够的cash flow 去还自己之前的债务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 恶性循环 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最近关注市场的话 肯定就知道在3月23日的时候嘛 美联储宣布了 他已经开始了无限量去进行一个量化宽松了 也就是实行了一个系列的资产购买计划 比方说他会每天都购买750亿的国债和500亿的机构住房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 这个中文特别长 其实呢就是MSB 就是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就是一种证券 他会买这些东西去给市场注入流动性 因为大家知道之前股市暴跌的时候 黄金也暴跌了嘛 对吧 我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说过 这是因为市场流动性不足 因为股市那边 就是大跌了之后呢 那些机构不得不从贵林鼠这边获利出逃 然后呢就把这些钱捕到自己的美股里面去 然后去进行一个补救措施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个资产重新分配吧 那其实政府的美联储现在的这个措施呢 也就是给市场打入了很多的现金 希望能够恢复流动性 那我们现在呢也能看到 就是黄金和股市都开始拉涨了 也有一波不错的涨幅 像是昨天的话呢 ASX200应该是涨了8% 那我看 那其实大家也看到我右下角放了一个东西嘛 叫PMCCF 因为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 因为除了我刚刚提到了 美联储会买它的国债和MBS之后呢 他还说呢 他会去提供很多的PMCCF和SMCCF 那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大家之前肯定都没有听到过 对不对 其实我也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这个东西是2020年3月23号美联储刚刚创建出台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下面它有写 which will make loans to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s and buy corporate bonds to help them continue to function through the crisis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旧事的行为 不过呢 是它这个PMCCF作为一个SPV 然后给这些公司 或者说这些企业 提供债券 让他们去融资 给他们提供流动性 那大家肯定想问 这个我刚才一直说的SPV是什么呢 对吧 那其实SPV啊 SPV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母公司的一个分公司 然后用来呢 去阻决它的一个financial risk 就是阻决它的金融风险 不管是违约也好 还是另外的一些风险也好 都是去SPV去承担的 其实我这一节呢 是从investopedia里面截出来的 他说的还是比较委婉 就是说 如果说它的母公司去破产了 那它的SPV也会继续存在 所以说呢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其实我们从反过来想一想 也是一样的 因为美联储不可能破产 对吧 那它的这个SPV如果出了问题 对它来说也没有影响 对吧 而且SPV 如果大家有一点 有一点会计的背景的话 也知道这个SPV是 如果是建出来了 然后资产 母公司的资产 转移到SPV里面之后呢 那是直接从母公司的 balance sheet上面 wipe out的 也就是说 在母公司的一个财务报表上 是看不到有SPV的 或者说有任何风险的存在的 这个是很interesting的事情 那美联储这么做的话 其实就已经相当于变相的 通过自己刚刚创作出来的 一个SPV去买了这个债券 那之前我有看到新闻说 因为美联储有各种限制 它不能直接下场买股票 也不能直接下场去买企业债 那现在不就全都变成bushes了吗 对吧 其实就是 我觉得还是挺委婉的 挺曲折的吧 它就是 当然它这个PMCCF呢 就是primary market的一个 一个SPV 那SM的 刚才说到一个S开头的 那个SMCCF的话呢 就是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whatever 对吧 所以说就是一个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工具 能够让美联储能够通过这些SPV呢 去买这些企业债 或者说是给这些债券啊 提供流动性的这样子一个工具 那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大胆去猜想的话 我觉得美联储直接下场买股市 我都可能不觉得惊讶吧 因为它自己可以随意的 就是制造出一个SPV出来 那它可以用这个SPV去买任何东西 而不显示在它美联储的一个 开头下面 那如果说它之后通过股票就是的话 那我觉得很大的可能 它会买去买大量的ETF 因为毕竟它不可能去 SMT500个公司 它每一个公司都去审核 都去援助对吧 那如果说它是买了一个指数基金的话呢 那就直接涵盖了500家的上市公司 那我也看到新闻说 去年的一个月当中 就是S&P500里面的ETF 它已经缩水了三分之一 那投资者呢 已经从118亿美元的被动基金中 已经拿出了52亿美元 我觉得这也是 现在股市下跌幅度这么大的原因 就之前有看到 就是在07年成功预测金融危机的 那个投资大神他说 投资的基金经理 他说就是以后ETF会给美国的股市 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在股市中有很多泡沫嘛 当时我们还觉得 这个可能不太 不太可能发生吧 因为ETF是真的是实际的去买了股票的呀 但是其实真的是如他这样所说 因为有ETF的存在 那投资者是无差别的买入所有的500家公司 所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只要它是在500个这个池子里面 它的股价都是在涨的 而且就是因为被动型投资嘛 它是默认这个市场是efficient的 也就是有效的 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些自主型的投资者 已经去筛选过那些公司了嘛 那其实被动型投资者 是在扰乱这个市场的efficiency 就让这个市场呢 变得不再这样子的有效 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导致 就是在500里面 这些公司也会出现违缘 或者说他就是不再 不再就是太注重自己本身的财务情况了 那除了说完就是美联储的问题之后呢 我也想跟大家就是聊一聊 就是2019年美股实际上大涨背后的原因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些 就是分析的文章啊 或者说是之前看一些美国公司 或者是澳洲公司的一些announcement 那我们应该就会看到很多share by back 不要说美国了 我觉得我在澳洲 就是无因我自己一直做澳股嘛 我在澳股中都看到很多share by back的策略 而且是很频繁的经常会有这个策略 好像甚至有那个share by back 就是daily的update 就是他每天都会从股东那边买股票回来 买股票回来 但是我觉得有些投资者可能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公司要从投资者那边买股票回来呢 它其实是一个回馈股东的一个动作 就大家想嘛 就是一个盘子 一个派就这么大 对不对 那我本来呢 这个派我是分成十份的 但是我share by back之后呢 我买了五个派之后呢 那是不是这个派就是只有五个了 那每五个派是不是都变大了 那我的股价不就是涨了吗 对吧 这其实就是美股一直在涨 而且2019年涨了这么快的原因 那你可能要说 那他买这个股票 肯定是因为他有钱啊 他有很多cash对不对 他很多现金 然后他公司收益很好 cash flow很充足等等的 但我想可能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 就是美联储开始降息了 包括澳洲也开始降息了 那对公司和企业来说 那我去issue一个bond 就是我去发行一个企业债的成本 是很便宜的 对不对 那股东更开心 我这个股价涨得更高 肯定是比这个债券的那个 债券的成本 融资成本是要多的嘛 所以那我干嘛不这样子做呢 所以呢 这些公司 他就一直呢 去发行企业债 然后用这些企业债呢 也不去干别的 也没有说去发展自己的业务啊 推广自己的brand啊 或者说去做一些research啊 或者是发展一些新的业务等等的 他就是把这些债全都拿来 买自己的公司的股票 然后呢这股票就一直涨啊 然后大家开心 对吧 公司也开心 债券的那个投资者也开心 股东也开心 对吧 这就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债股循环啊 华尔街赚钱的涌动机一样 是不是 我只要一直买 他的股票就会一直涨 但有个问题是现在 现在因为公司 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嘛 因为供应链啊 需求链的断裂 很可能导致这个公司 没有很多的cash flow 那他没有cash flow的话呢 他没有cash inflow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去还这个债 对不对 他没有还这个债 他很有可能就会 破产 或者说就去default 对吧 那他如果说破产的话 那肯定是不会再去 像这样子 之前我们说的一个 三年的回购的计划 我再去按照这个计划 去回购的 对吧 而且这个 这个其实 我觉得也是一种泡沫吧 或者说是一种假象 那我觉得之后对 如果说 他不能再继续进行 你share buyback了 就是股票回购的话 也不能再继续去拿到更多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公司债的话 那他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我具体的不知道 他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还不上债 或者说是 他是股价直接就是让他 让他因为下跌了太严重 然后导致他变成了一个 就像之前 穆迪和S&P 就是给那个 给澳洲的Virgin 就是降级的那样子的情况 他可能会遭到 那个信用降级 然后使他的那个债务 更加 使他的债务 就是收益率上升 他就更加难以去偿付 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 一个恶性循环 而不是光光说 他的股价会下跌 然后呢 就关于美国的这一块呢 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本周五 就是墨尔本晚上11点半 有一个非农数据 因为我之前在 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非农这次数据呢 肯定是不会很好看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也不是很晚11点半嘛 我可能就是会一直待到 等到11点半看看 这个非农数据会怎么样 然后美国的三个月 三月的失业率 会是什么一个情况 那除了这个失业率之外呢 其实到了四月中的时候 也是美国的公司 第一季度发财报的时候 所以 对 可能之后呢 就不光光是疫情了 而有可能是发布的数据啊 包括一些财报啊 会影响股价 让他们去拨动吧 因为有些公司 可能好一些公司不好 我们也不能说 他发了第一季度的财报之后 就全部都下降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一看一下 这个道琼斯指数 我截的是一个四小时的图 现在呢 其实也很明显吧 就是在一个短期的流动性恢复之后呢 道琼斯指数的第一波下跌 我觉得应该是很明显的已经见底了 我们也可以画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线出来 而且它的底部呢 一直在上移 上部呢 也一直就是顶啊 顶 它的那个小尖顶啊 也是在上移的 但是问题是 它上面有个维加斯隧道的支撑 也不是维加斯隧道 它就有一个 144天的那个均线啊 在上面有个支撑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它之后的走势 如果说它突破的话呢 那短期的话 它可能还是要拉涨 那如果说它跌破了下方 这个支撑线的话呢 那可能它就第一波的回调就结束了 那我上一节网课 也可以跟大家 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遍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呢 不是一个很理性的市场 而是受到疫情影响的 一个特别情绪化的市场 那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判断 短期的流动性恢复后 这个指数的上涨动能 到底有多久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 从技术分析上 来给自己一个指引吧 而且呢 就是美国的第一季度 和第二季度的GDP增速 我预计啊 也很有可能是复数了 我之后也会跟大家看几篇 就是一些专业的机构 给出的一些报告 我们可以 不好意思 谈了一个床 而且呢 就是美国银行在上周的时候呢 也已经明确表明了 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衰退 所以这个回调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很短期的 就是比较短期的一个回调 我就 对不再多说了 就是大家就 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话呢 可以出掉一点 在这个时候逃一下 或者什么 当然我的看法 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一般性建议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再来说说 最近的这个 一些投资方式嘛 对于近期的这个股市的波动 我是不太建议一些 中短线的投资者去介入的 因为很有可能呢 在股指暴跌的时候呢 他们被吓到割肉 然后在股指暴涨的时候呢 又害怕错过 这一波的行情而去追涨 结果变成了反复的割肉和追高 然后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那所以说现在 在股市的低位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一个长线的投资者 那您看的目光比较长远一点的话呢 那其实可以是在之前低位的时候呢 是第一批进场的 然后呢 像是一些就是超短线的日内交易者 我觉得也可以去 在这个市场中赚到一些钱 因为我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说过了 比较适合做日内交易的股票 就是有CSL对吧 CSL的话呢 因为它的股价比较高 所以说呢 它的日内波动也比较大 那大家 那我也的确是有很多客户 在CSL的日内交易上赚了很多钱 因为它就是一会儿就是276 一会儿又蹦到315 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公司 它大的基本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那就可以 比较放心大胆的去做嘛 对吧 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个不幸的话 是一个中短线投资者的话呢 我觉得您要不要就是暂时考虑 去改变一下自己的投资策略 或者说是暂时就不要介入了 就是等市场真正的稳定下来 像麦哥在那个 昨天早上的广播里跟大家说的那样 就是等美国的疫情真正的得到控制之后 我们再去介入 是个最稳妥更好的时机 那这个呢 我是截取了一段 就是Deloit上周出的 就是美国第一季度的财经预测 是英文的 但是如果在 这个篇文章比较长 我就是截取了中间一段 这是那个巴克曼博士 做的一个三个场景的预测 这第一个呢 他是说如果是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导致的这个衰退的话 那他觉得有50%的可能性 那经济呢 会在2020年末开始复苏 在2022年和2023年快速的增长 这个前提我忘了说 他是说如果疫情在5月初的时候 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 那第二个呢 他的涉赏是 可能是一个金融危机 并且伴随着一个深度的衰退 那他给这个情景列出的可能性呢 是30% 那理由呢 就是和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一样 就是因为供应链啊 和需求链的断裂 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那大规模的就是 企业的违约啊等等 会把经济拖向更深的 一个深渊里面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美联储已经 动过很快 对吧 他开始了QE啊 包括一些降息的举措 应该能够延缓 这部分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 暂时来看了 如果说美联储这样子 做有效的话 那可能没有这么 这么糟糕 那还有一个呢 是第三种 就是他叫 乘期的恢复期 这种可能性呢 为20% 他这个假设呢 就是说如果新冠病新冠这个病毒啊 持续的时间是超过了两年 就像之前的西班牙的那个场流感一样 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是两年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 对经济造成一个 更加长期的一个压抑的状态 对 那就是可能会 2023年的时候呢 经济才会恢复 这就是他做了三种假设 我觉得这一块呢 就可能大家都比较想听 所以我就把它截取出来 跟大家说一下 那他其实这篇报告里面呢 包含了很多别的 像是行业影响啊 房地产啊 和商业投资等等的 这些问题 但是呢 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解读 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找我们的客服小助手 问他要一下这个连接 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的 然后呢 就想跟大家说 聊一聊这个美元吧 美元最近的波动 也的确挺大的 因为 因为的确现在 行情波动大的时候 什么产品都波动很大了 对吧 因为我 我之前的几个视频里面 都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让大家不要轻易的 去做空黄金和美元 我现在也要跟大家说说 为什么是这个原因 我当时也跟大家说过 对吧 就是 虽然说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美元已经走了一个 大的V字反转 就是猛的拉高之后 又回落 但是它的整体呢 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这并没有改变 这主要呢 还是因为就是全国嘛 全球开始了 那个量化宽松之后 资本还是一样是觉得 美元是最稳的 因为美元跟黄金一样 都是有避险属性的 对吧 而且美国呢 在国外的投资的 那些资本都开始 逐渐回流到中国 回流到美国了嘛 因为他们觉得 现在别的国家 都不如美国的资本 来到安全 但是说 现在美国的疫情 也很严重 但是 对 但是毕竟它是 世界第一大经济 就是 一个金融聚集中心嘛 因为大家都很信任美债 所以说大家会拿 这些美元呢 去买 去把它全都变换成美债 这也就是之前 有造成过流动性缺失的 那段时候 对吧 因为大家都是把手上的钱呢 都换成了美金 然后去买了美债 所以说导致市场上 那个股市和黄金的暴跌 但是其实美国并不想看到 自己的美元增值 因为它这个美元一旦增值呢 就会导致自己的流动性 下降很快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 大部分的跨国企业 像是BHP啊 或者说是 West Thomas啊 等等的 他们其实所有的一些交易 都是按照美元去计算的 对吧 所以说 它很 我们可以 就是它在各个国家的 很多个银行 它都是用美元 去进行借贷的 但如果美元上涨的话呢 会导致这些公司 没有办法偿还它的债务 因为这美元涨起来可是很快的 对吧 它是从94涨到了103 就差不多就是涨了10% 那就相当于它的债务 直接就涨了10% 那你让它怎么去还呢 对吧 所以美联储呢 现在也不得不跟 就是九个国家的央行签订了 那个美元的流动性互换协议 因为如果说这些跨国企业 全都倒闭了 那对美国自己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美国同意呢 就是通过这一个协议去给这些央行提供美元的流动性 帮助他们渡过这时的难关 当然按照协议 这些国家呢 可以就是用直接用自己的那个本币 就是用自己的就是澳币吧 打个比方 用澳币直接问美联储 直接换出美元来 但是呢 需要在未来呢 与他们就是按照同一个协定的一个价格 去把它换回来 相当于一个future吧 我可以这样说 就相当于一个长期的合约 并且支付一定的利息要去来完成的 所以说对签订协议的这些国家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可能拿到的汇率也不是很有利 那看完美元 我们再来看看黄金 黄金的话 现在已经连续的五个六个交易日 算账金面的话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了 然后在这个区间内震荡 是在1591到1645这个区间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等他慢慢的走出这个区间了 因为这个波段交易的话呢 的确是可以做 但是做趋势的话 肯定是更加点数更大一点吧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其实就可以去等他走出这个行情出来 要不去做一个突破做多 要不就是突破做空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在全球QE的情况下 黄金还是很值钱的 所以我认为突破向上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在说黄金的时候呢 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上周黄金会出现点差很大的情况 我想如果大家做交易的话 肯定都注意到了 不光是我们平台 别的很多交易平台也都是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对吧 那我就跟大家稍微解一下 为什么 首先呢 是因为欧洲 欧洲的疫情正在扩散 那伦敦的金属交易所呢 从上周开始呢 就已经暂停了场内交易 那就是导致了很多交易员在回家之后呢 不能对市场进行一个干预 他也不能交易 那就导致市场的流动性不足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市场这么大的流动性 其实是就是通过这些交易员来产生的 而不是通过我们这些比较小的投资者 对吧 而是机构 机构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很多交易员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还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因为欧美股市的暴跌 还有黄金的暴涨暴跌 让许多的投资的机构 也暂时选择了暂停交易 所以说也近一步降低了流动性 那第三个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些投行 还有一些大的流动性提供方 选择了通过拉大点叉 或者是暂停黄金的报价 来管控自己的风险 他们也觉得 就现在市场波动的情况太大了 如果呢 就是没有办法做好风控 然后没有办法管理好 自己的风险敞口的话呢 他们也会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那如果 我想大家肯定就想问嘛 如果下一次还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那首先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暂停交易 等流动性恢复之后呢 再去进场 这个是最好的 这种情况 因为就是市场是很难预测的 然后如果您看到 点查一下子被拉大的时候呢 那就暂时不要拍单 就是对您负责 那我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黄金有现货和期货两种嘛 对吧 但是期货我们可能接触的不多 对吧 因为我们一直在交易黄金的现货 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黄金的期货 它是一个纽约期货交易所的 一个期货的报价 我是今天下午刚刚节的 对吧 它是1637块 那我们的黄金的现货价 是1615块 那中间的差额呢 大把有22块钱 对吧 那其实呢 这22块钱是哪里来的呢 那其实就是黄金 其实是需要从伦敦的贵金属现货交易所 然后呢 去跨洋 去运到这个纽约的期货交易所所交割的成本 因为大家知道吗 因为纽约那边它期货交易 它肯定是要交割的嘛 那它肯定要去有真实的现货的黄金 去给它的那个合同商 就是issue的人 对吧 这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trade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就是全世界80%的黄金啊 都是由瑞士的四个金链厂加工而成的 那现在因为瑞士疫情的扩散呢 而导致这四家金链厂中有三家被迫关停 那它的生产率是零啊 那接下来的几个月 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 就是在纽约的期货交易所没有办法交割呢 或者说是延迟交割呢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 可能有这个风险 也有这个可能性 让大家去考虑一下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当然了 如果说真的发生的话 那线或黄金肯定是会大涨的 那还有呢 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A50 因为我自己呢 就一直很看好中国的股市 然后呢 自己也有一些A50 对吧 那最近A50其实也是走的比较惨烈的 那毕竟我觉得就是真的 就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 想要一枝独秀是不可能的 而且呢 中国是的确也是一个非常依赖出口的国家 那现在像是欧洲啊 还有美国啊 这些日本啊 韩国这些经济体 它的疫情扩散都这么严重 需求降低的情况下 中国也的确是很难达到它自己的出口额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知道两会还没开嘛 如果说在四月底或者五月初 有消息出来就是说大家要开两会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A股其实是一个提振的 因为在两会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政府会提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 然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度过这个难关嘛 因为中国其实现在我知道也很难的 就是很多公司都开始裁员了 而且像是我了解到的一些制造业啊 特别是汽车业啊之类的 他们的订单都已经被取消了 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石油方面 石油这些大家有注意到吗 就是UAKO USD它的那个仓息是正的 所以说最近如果大家在交易的时候 想要去做石油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选择布伦特原油 也就是UKO USD 而不要选那个美国油 USO USD啊 那什么叫做正的仓息呢 也就是说您在我们平台买一手这个布伦特原油啊 也就是UKO USD 那我们会给您发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可能是4.15 也有可能是3.25等等等等 有可能是正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负的对吧 我先跟大家说一句吧 就是这个仓息呢是一直在变化的 它并不是很定的 它今天是4.15 它明天可能是5点多或者是6点多都有可能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您是一个比较诚信的投资者的话 而且看好未来的油价会回到40多45的话 去弥补这个缺口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石油的产品是很适合您的 而且大家知道吗 就现在就是钱放到银行里面也是没有利息的 但是如果说呢您拿出这笔钱 就是在我们平台去做一些这个石油的交易的话呢 反而能多多少少收一点利息对吧 而且现在石油的价格从历史上来看也绝对是属于低位了 我跟好多的投资投资者和分析人聊了聊 就是他们也觉得这个情况呢 可能持续的时间也不会那么长 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到半年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考虑去买一些UKU USD 来做自己的一个资产分配 那最后呢也很骄傲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GoMarket呢目前是澳洲排名第一的客户服务 也就是客户满意度最高的公司 那我们在二月 我们在三月份呢也已经出了我们的股评报告 里面有超跌的航空股 还有就是黄金股的分析报告 还有一些像是澳元走势 英镑走势 医疗股 FPH和RMD的分析报告 都已经发给 就是都已经完成了 大家可以就是问自己的客户经理药 那今天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只能说澳洲和美国现在已经到了技术性的熊市 但是这个熊市呢并不是因为经济 就是说全是金融而引起的一个熊市 就不像08年那样 它是一个完全由疫情引起的 所以说如果呢疫情结束的话呢 那可能很有可能是会扭转这个大熊的 澳元还会大跌吗 我觉得澳元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跌 就算它就算我们的疫情控制的还不错 对吧 可是全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澳元呢 其实它是一个商品货币 就其实跟加拿大之类的也挺像的 我觉得石油的话 您直接去买现货的是最好的 不要不要说再去买一些石油公司了 因为石油公司在这样子低的油价下面 它很有可能会破产的 然后供应链就是 您知道这是资金链会出问题的 邮轮股的话我不太清楚 澳纽的话呢是比较稳的 我之前呢就在1.0几的时候就进场了 如果说它就是您可以等一下吧 因为澳纽毕竟是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投资 就是在靠近1.01 或者说是就是1的时候 您就可以进场 那其实说澳纽您可以 就像我们之前另外的分析师 Coco和Jackie都有说过的 就是分批进嘛 1.01进进一手 然后1.00进一手 1.02再进多少手 就打个比方 然后让您自己的习惯来做 澳洲房地产 房地产走势如何 我觉得地产走势应该不太会好 就 对我说的有点直了 但是地产现在可能会比较糟糕 因为它 首先就是我上次网课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首先它如果要造访 它的builder就不能出去 对吧 它不能去造访 好 这就属于一个供应链 那你的需求链呢 你需求链就是你要去inspection 对吧 然后再去auction 你才能close deal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private sale的话 也需要人到当面才能去买 因为毕竟房子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大家肯定是需要眼见为实嘛 对吧 那在这种供应链和需求链 都在破裂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地产现在 就是肯定会有一定的冲击吧 afterpay afterpay之前跌到八块钱 我很后悔没有买 afterpay它一天的波动也很大 那如果说 老天再给我一个机会 他又回到了十块钱以下了 好 我想我会去买这个公司的 asx200我没有仔细的去看 但是我觉得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如果美国 它的疫情控制之后 或者说其实说白了 就是现在所有的股指都跟着美国的股指在走 就是大家只要看美国的股指就可以了 特斯拉和波音 波音当时跌到八十多块美元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很难说我还是不一定会去买波音 当然波音它是不会倒闭的 因为它有它自己企业的特殊性嘛 它是为二的两家在美国可以造大飞机的一个公司 所以说从长线来看呢 现在的价格是合适 而且它之前呢是三百多美元 那它现在才八十九欧的话呢 您可以考虑 但是我不建议您现在进场去追高 对吧 因为我跟刚才也跟大家说 就是一些中短线投资者 他很容易死在追高和他的那个和割肉上 借贷公司CCP的话 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可以吧 应该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如果说他的公司业务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的确是有很多债务问题的话 那对他的业务来说是好事 但我觉得这个我心理上有点过不开去 Quantus的话我觉得 它之前接到两块多对吧 Quantus 那Quantus的话在三块钱以下 我觉得是可以去考虑买一些的 因为Quantus这个公司呢 我也写了他的补评报告 它是一个真的是很老牌的一个澳洲的企业 而且我觉得too big to fail嘛 就是澳洲的政府不会看着它破产的 我觉得不管是做空美股还是做多美股 都要看您的投资周期了 我觉得任何不说投资程度的回答 都是不合适的回答 半年的话我建议您现在还不要做多美股 有客户问就是UKO的 它的仓期是根据什么条件变化的 我能跟您说的呢 就是不是根据它的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算法 它是根据就是各个展期的一个期货价格 然后呢加上一些利率 就是各个国家的一个利息的决议 然后去计算出来的 所以说当你看到就是期货的价格有很大波动的时候 那我们的仓息应该是在变的 还有客户问 recession对接下来走势的影响有多大 那经济衰退的话 就股市就直接进入熊市了嘛 那如果说真的是熊市的话 我们现在只是在熊市的开头 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先这样 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